麦芽 大家好我是卓德福 这次要来分享的是米饭料 这是一道美味的家常主食 餐位叫做三点卸粥 要如何煮出海味農存 咸香滑口 现在告诉你 影片喷煮过程里有不明了的地方 请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会尽快回复 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赞、订阅、加分享 记得开启小铃铛 加10克 使用冷冻白米可快速煮成粥 如何冷冻白米 请看之前的影片有详细说明哦 红葱头切片 厚薄度尽量一致哦 厚薄度尽量一致 洋葱切末 先切丝再切末 切末 姜排列 切末 差不多 蒜头 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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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洗菇不用刀切 我們就用手撕的方式 有人會問說這個要不要水洗 因為目前市面上的技術跟包裝都非常的安全 如果你覺得不放心 可拿到水龍頭下用水沖洗 不要泡水喔 不用泡水的 水龍頭底下用沖水就可以了 沖一沖 然後這個菇類一旦碰到水分 短時間要趕快盆煮 不要放太久 放太久會影響它的味道跟口感喔 這個紅洗菇我們就這樣子用手撕的方式 這樣就好 不用用刀切 用手撕的方式 這樣就可以了 先來處理三點切 我們左手抓著這邊蟹角 抓著 右手搬它的這個殼 這樣子 這樣子就開了 有沒有 然後殼這邊這個是嘴巴 這個不要 這個要拿掉 這個不能吃 這個嘴巴 然後尖尖的這裡剪掉 比較安全 比較不會被刺到 然後蟹角剪下來 剪下來齁 蟹角它旁邊這個有尖尖的齁 這個要剪掉 不然咬的時候 有時候會被割破嘴巴 所以這個尖尖的要剪掉 剪掉以後 我們利用剪刀這裡 這裡就可以夾蟹管 夾起蟹管就破了 然後 這個 腹部這個 屁股這裡 這個不要 這個要拿起來 這個不要 然後 這個腮 這個腮也不要 然後這個角這邊剪掉 因為這個扁扁的都沒有肉 留這裡這比較有肉 這個沒有肉 這一截 這一截比較有肉 這一截沒有肉 所以這一截不要 然後再把它剪成兩半 然後再把它剪成兩半 這裡有一顆心臟 這個也不要 再用水沖洗一下就好 醃三點蟹 醃三點蟹 三點蟹 然後這個也是去腥的動作 白胡椒粉 二分之一小匙下來 米酒一大匙 一大匙 拌勻 醃漬五分鐘 好三點蟹 醃漬時間到了 我們利用廚房紙巾 把表面的水分吸乾 吸乾表面水分 等一下下鍋的時候 才不會產生油爆 這一點很重要 好 背一個湯鍋開火 轉中火 香油兩大匙下來 紅蔥頭二十顆下來 鍋子不用很熱的時候 紅蔥頭就可以下來了 要慢慢的煸它 煸至金黃酥脆 已經開始有溫度了 一直攪拌 才會受熱均勻 好現在顏色上來了 起火 好 再繼續拌炒 讓它顏色更均勻 更精華 所以現在已經起火了 好這樣子就可以了 盛出來 再開火 再開火 轉小火 轉小火 三點切下來 煎兩分鐘 然後再開火 再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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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它們煎好 再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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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煎2分钟 我们利用煎的方式 带出三点切的夹壳香气 时间大了把三点切夹出来 蒜末、姜末、洋葱末下来 炒香 炒出香气以后 鸡骨高汤1600ml 鸡下来 冷冻白米一杯下来 搅拌一下 开大火煮自沸的 白米刚下锅 要稍微搅拌一下 防止它黏住锅底 一般白米煮煮 要煮30分钟 烤焦糯米糯米的口感 用白米冷冻这个方法 八分煎就可以完成 汤沸腾后转小火 烤焦 Max 烤焦糊 split 烤焦糯米饭 烤焦糯米到六分钟 时间大了 红旗菇100克下来 3.7克下来 搅拌一下 搅拌一下以后开始调味 白胡椒粉1 2分小匙下来 糖1 4分小匙 盐1小匙 米酒1大匙 再搅拌一下 再煮2分钟 时间大了 撒上红葱酥 芹菜末 香菜 熄火 这样就完成了美味的三点蟹粥 美味绝对重点说明 红葱香油煎三点蟹 香气更足够 白米冷冻煮至被拉链 可缩短烹煮时间 撒入红葱酥 香菜芹菜 香气扑鼻浓醋美味 喜欢我的分享 记得帮我按赞跟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